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书电影 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机器人被改造成人类 最后和人类相爱的故事 机器人管家 尼尔家迎来了第四代管家 机器人安德鲁 安德鲁十分炫酷啊 还会自动充电呢 原本尼尔一家只把它当作一部机器使用 但渐渐的男主人尼尔发现 安德鲁不只是一个家务机器这么简单 他会在意尼尔家人的情绪 会自己做木雕设计 甚至还懂得欣赏古典音乐 尼尔觉得十分不寻常 于是带他去看机器专家 专家却说这是机器人故障 还想高价回收安德鲁 并将他销毁 尼尔自然不肯同意 他带着安德鲁回了家 并教授安德鲁人类是怎么诞生的 人类的情绪是怎么产生的 安德鲁觉得不可思议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产生等情绪这种东西 原来安德鲁没有被安装感觉模块 感觉不到情绪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消逝 尼尔家的小姐们已经长大 很快 二小姐的男友弗兰克向他求了婚 但二小姐舍不得安德鲁 而安德鲁早在二小姐还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 可是他只是一个机器人 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因为缺失的感觉模块 安德鲁任由二小姐答应了弗兰克的求婚 与此同时 安德鲁的设计作品被尼尔拿去卖了不少钱 尼尔决定破例为安德鲁开一个账户 可是从法律方面来讲有些困难 于是他准备为安德鲁装上感觉模块 可是还没来得及改造 机械师就被解雇失去了踪迹 很快到了二小姐结婚那天 安德鲁穿上了燕尾服 亲眼见证了自己心爱的女孩的婚礼 原本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 可是没想到十二年后 二小姐和老公离了婚 此时的二小姐已经是一个男孩的母亲 男孩对安德鲁十分不幸 将她当作一个玩物对待 安德鲁开始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摆脱被当成一个听命于人的机器人的命运 在和尼尔交谈过后 尼尔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这样的话 他必须离开尼尔家 可是顶着机器人的外表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租房给他 安德鲁只好用雕刻卖来的钱 自己在海边修建了一座房子 安德鲁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 可是不久就传来噩耗 尼尔年事已靠 即将不久于人世 安德鲁去见了尼尔最后一面 最好的朋友兼主人离开了人世 安德鲁十分孤单 他想寻找世界上和自己一样的机器人 背上背包踏上了旅程 可是找了十年也没找到 最后在旧金山 安德鲁找到了当年准备为他做改造的机械师的儿子 他正在继承自己爸爸的事业 并且研究出了一定成果 可是因为缺少资金 没能继续下去 安德鲁决定投资这个项目 设计师的儿子为安德鲁做了一具40多岁的身体 安德鲁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脸 就这样 安德鲁回到了尼尔家 这时距离他出门已经过去了20年 二小姐已经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很快就因中风去世 安德鲁十分痛苦 可是因为没有泪线 他无法哭泣 他再次找到机械师的儿子 让他为自己做一颗心脏 有了这颗心脏 安德鲁拥有了感情 因此 安德鲁爱上了二小姐的外孙女 波西亚 波西亚和二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安德鲁幽默的性格很快就获得了波西亚的喜欢 但是他不能为一个机器人付出感情 安德鲁又立马让机械师的儿子 给自己植入感觉神经 这下 安德鲁越来越像人了 波西亚也明显接受了安德鲁 可是 波西亚已经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眼看着历史即将重演 可是 安德鲁不懂得如何反抗 机械师的儿子为了帮助他 又帮他装上了可以兴奋的器官 安德鲁在教堂向波西亚告白 终于 两人共度了凉宵 可是 波西亚害怕世人不能接受他们 安德鲁为了消除顾虑 去世界会议的法庭请求人类承认他的身份 虽然他的心脏属于人类 但他的大脑还是人工运转 而且他也不会像人类一样生老病死 最终 安德鲁还被判定为机器人 很多年以后 波西亚已经75岁 迟早波西亚会离开这个人世 为了和波西亚一起老去 安德鲁最后请求机械师的儿子 为自己植入了血液循环系统 当安德鲁再次站在法庭上时 他已经白发苍苍 他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死亡 这次 安德鲁终于被人类承认 他终于完成了自己一生的目标 可惜 安德鲁没能亲耳听到这个消息 便结束了他漫长而充满奇幻色彩的一生 最终 他也和自己相爱的人 得以长相厮守 人的一生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只要有了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们的人生都不会失去意义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